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熊 俄乌战争进入第683天 最新消息 俄军对阿富迪布卡的比尔蒂奇 斯特波维 皮特内 莫达内等地的攻击都被乌军击退了 1月5日 乌军击退了俄军在阿富迪布卡方向的32次进攻 俄军推进缓慢 继续受阻 在度假村附近 俄军布阵在宽达460米 深达350米的区域试图突破 但在乌军无人机压制下难以推进 在南部霍尔利夫卡的佩尔沃迈斯科村附近 俄军推进了360米 占据宽度约210米 整个塔弗里亚方向 过去一天的战斗依然激烈 俄军全天对乌军阵地发动14次攻击 1008次炮击 双方进行47次交手 不过战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1月5日 在克里米纳方向 俄军继续向特尔尼推进 俄军的控制区有所扩大 在赫尔松战区 一套俄罗斯斯特雷拉10防空系统被乌军摧毁 乌军还使用海马斯摧毁了 俄军集结地的重型240毫米排舰炮 俄军的进攻都被击退了 俄军再次抱怨缺乏炮兵支援和无人机支持 每次进攻都是送死 巴木特前线 俄军在赫罗莫夫和伯赫达尼弗卡 缓慢的推进 库尔九米弗卡 克里奇弗卡的战斗还在持续 双方在扎布瑞战区的威尔波尔以西 新普罗 弗卡东北部和罗伯泰尼以西的战斗还在持续中 其中 乌军第65旅在罗伯泰尼又俘卧了6名俄罗斯军人 该区域双方仍处在拉锯战中 库布扬斯克 斯瓦托 克里明纳 莱曼一线中的莱曼以东的马基伊夫卡附近 俄军向前推进780米 又被乌军击退了 俄军出动大量的坦克装甲车 对库布扬斯克的辛吉夫卡发动进攻时 被乌军提前给他们的准备好的地雷阵困住了 在连续爆炸中 俄军坦克装甲车相继训报 有个视频显示至少有10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 在俄军步兵乱作一团时 又迎来了乌军的急速弹药 俄军损失惨重 在克里明纳附近 俄军向特尔诺夫和谢列布良斯基临地的进攻 也被乌军击退 过去的一周内 乌军又连续摧毁了对内磁克前线的三套俄军 布克M2防空系统 乌方1月5日发布的最新战报显示 过去一天乌军新歼敌790人 截至5日 俄军共损失363070人 重点关注乌方连续对克里明纳和大俄境内的 俄方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 乌方连续对俄军的雷达战 防空系统 交通枢纽 指挥部和海军基地等多个目标实施的打击 这可能预示着乌方正在放大招 在克里米亚的叶夫帕托里亚和塞瓦斯托贝尔两地 相继传出爆炸声 1月5日消息 过去一天 乌军发射至少10枚导弹 36架无人机突袭了克里米亚和俄本土多个区域 其中 叶夫帕托里亚以西雷达战区域冒出巨大的烟雾 疑似乌军击中了俄军的雷达战 乌军总参部证实 1月4日下午 乌军突袭了塞瓦斯托贝尔附近 俄罗斯占领军的指挥所 当地时间下午40左右 北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 叶夫帕托里亚和塞瓦斯托贝尔发生大爆炸 爆炸发生前 克里米亚地区响起了防空警报 俄方同时封锁了克里米亚大桥和琼加尔检查站 导致交通堵塞 当地的居民透露 来自乌方的第一枚火箭 可能在塞瓦斯托贝尔被击落了 第二枚则击中了尤卡里纳巴尔卡的居制单位 俄罗斯方面也证实这一消息 在昨天 乌韩导弹对克里米亚的突袭中 俄军萨基空军基地被摧毁了 有23名军人丧生 其中包括5名高级军官和9名特种部队人员 媒体已向俄军总参部核实了该消息 有传闻说 俄军总参部长格拉西莫夫也去了克里米亚 本次导弹袭击就是奔塌而去 并取得了成功 这一消息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新闻发言人 湖北纽克对外说 本次打击不仅俄军指挥所被摧毁了 在过去的24小时里还发生了其他战斗 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部署的防御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同时乌方还摧毁了俄军新设置的沙克德无人机的发射场 最新消息说乌军摧毁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一个指挥所 还严重破坏了俄军在该地的防空系统 同时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发射基地也被摧毁 据称 位于克里米亚叶夫帕托里亚以西的雷达站 以及俄军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 这为乌军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方便 乌军本轮突袭后 俄军随即将塞瓦斯托贝尔附近的人员进行收散 并转移走两艘导弹艇 克里米亚大桥上的交通已经短暂停止两次后恢复 乌克兰似乎还在继续的突袭克里米亚的特定目标 克里米亚的解放战好像来的比较快 其实近日乌军在马林卡、阿布迪布卡、巴木特等地的主动收缩 已经在为这个大计划做准备了 同时大俄滨海边疆区的新罗西斯克防空系统也被启动 据说这里的黑海舰队港也遭到了乌军的突袭 据亲俄渠道消息证实 乌军对俄军萨基空军基地的袭击已造成了23名俄军士兵死亡 包括5名高级成员和9名特种部队人员 该渠道相关人还抱怨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严重退化 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此类袭击 不过这种抱怨已不是一两次了 之前已多次被媒体透露过 俄军主力一直在巴木特、阿布迪布卡不计代价的进行人肉攻击 好点的装备也被调取了 无暇顾及克里米亚 此时的确是乌方攻击克里米亚的好时机 此外 大俄境内的比尔格罗德也再次遭到乌方突袭 当地官方称 乌军的突袭已造成两人受伤 30辆汽车受损 部分楼房的窗户被震碎 此前 乌方无人机突袭了俄军第一坦克集团军 在比尔格罗德的后勤基地 据说袭击效果也很成功 另有消息透露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小组 也突入了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地区 对俄军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爆破 另外 俄兰什首都莫斯科的一些变压器 接连被乌方无人机击中 导致莫斯科不少公寓持续的停电 在零下27度的严寒天气里没有电 没有供暖 俄人终于也亲自体会到了 战争带来的好处 媒体认为以上这些行动是期间为止 乌方对俄罗斯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导弹 无人机火箭炮联合空袭 开年之后 乌方的作战策略有所调整 大致是在北部中部有限收缩战线 占领有力据点阻击消耗俄军 腾出手来集中火力 瞄准克里米亚 及大俄腹地关键军神目标进行有效打击 先连续击落俄军的战机 击沉俄军战舰 摧毁俄方防空系统 再对俄方大后方实时定点攻击 可以看出这种打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而且是多兵种联动 各式武器联合立体参战 可以预期 乌军的大动作已再预热了 在乌韩战场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媒体消息已发现 俄军在战场使用北韩提供的弹道导弹 袭击乌韩目标 而且俄方还准备从伊朗购买导弹 无人机继续对乌克兰实施轰炸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 援引最新解密的情报说 俄罗斯军队在12月30 曾发射了至少一枚朝鲜提供的导弹 导弹最后落在了乌克兰 扎布罗尔州的一片空地上 科比还公布了一张地图 显示俄军向乌克兰扎布罗尔地区 发射朝鲜导弹的位置 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将于1月10日 开会讨论某些国家 向俄罗斯供应导弹的问题 有可能会出台新的制裁措施 一波新的军援又来了 1月5日 德国更新了援助乌方清单 最新援助包括鲍尔A6坦克 黄鼠狼部战车等武器装备 并以运抵乌克兰 这次 德国再向乌方援助了鲍尔型坦克的弹药 和十辆配备弹药 和备件的马德尔装甲运兵车 同时还向乌方交付了9000多枚155毫米炮弹 一辆坦克驾桥机 数十辆卡车和其他车辆 以及军用头盔和305支突击步枪 此外 德方网站还单独列出了德国计划 向乌方提供的援助清单 包括四个Iris-T防空系统 和一个天空附件防空系统 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又向乌方援助了坦克驾桥机 这已经不是德国第一次援助此类装备了 这透露出一个信息 乌方军队在南线的重装备 渡河还要加大规模 此前一个时期 乌军在地内渤河渡河不间断的 向河东地区运送部队和装备 已经为乌军在河东站稳脚跟 并逐步扩大阵地和控制区域做了铺垫 未来该区域将是重头戏 目标直指克里米亚半岛 不妨持续关注 截至目前 有荷兰 罗马尼亚 挪威 瑞典 芬兰 美国等多国在帮助培训乌克兰F16飞行员 原来预计2024年10月结束 但根据最新的战场形势需要 很大可能会提前结束 F16战机提前参战是大概率 届时在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配合下 暴揍大额的剧情将更精彩 有关援助乌克兰问题 是人们近期讨论的重要话题 美国总统候选人尼基·黑利日前公开表态 应该继续的援助乌克兰 为乌克兰提供获胜所需的武器 否则将有更多国家卷入战争 他说 克兰普 罗恩 他们都说让我们离开乌克兰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乌克兰很重要 俄罗斯说 一旦他们占领了乌克兰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就是下一个目标 这些都是北约国家 而且会让美国陷入战争 现在援助乌克兰 这是为了防止战争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认为 有必要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武器援助 否则战争可能会蔓延到更多的国家 不过欧洲多国认为 确保乌克兰获胜的关键在欧洲 有个英国学者表示 目前不存在乌克兰战争冻结 或与俄罗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 欧洲应该觉醒 必须让俄罗斯相信它不可能获胜 并为乌克兰的胜利做好足够的事情 其实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醒了 美国的共和党国会顽固派 却还想继续睡会儿 1月4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不会像2022到2023年期间那样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正寻求帮助乌克兰建立自己的军工基地 米勒表示 由于美方希望帮助乌克兰自力更生 发展自己的军工基地 使其能够独立的融资 生产和购买武器 因此 没有必要在此前的基础上继续提供援助 不过 米勒又说 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 急需国会通过补充资金法案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因为乌克兰还没有达到 仅仅依靠自己来保卫自己的地步 美国国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加强乌克兰防空 是华盛顿准备向基辅提供的 未来军事援助计划的优先事项 这意味着防空 自卫型武器可能占大多数 进攻型武器可能还需要考虑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强调 乌克兰及其盟国的GDP总和 比俄罗斯的GDP高出21倍 因此 有足够的资源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如果乌克兰今天得不到帮助 明天所发生的一切的代价都会高得多 预计美国国会将于近期 开始讨论援助乌克兰610亿美元事宜 欧盟将于21日讨论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事宜 七国集团已透露 准备于2月24日 就冻结俄罗斯的3000亿美元 转移给乌克兰做出最后的决定 综合以上及近期信息判断 未来美国的援助会有所减少 欧洲会替补并跟上 联合国最新报告称 乌克兰经济在2023年呈现大幅复苏几项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6% 而上一年下降了29.1% 这位乌方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战争及军工生产 提供了支持 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 米哈伊洛·费多罗夫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他称 乌方新研发生产的机器人将很快投入到战场上 这种机器人配备了自动炮塔 能够执行战斗任务 也可以进行侦查或向乌军士兵运送弹药和补给品 同时机器人的战斗部分可拆解 将配备北约武器 乌克兰有关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生产规模 大概率乌克兰在未来会很快崛起 包括经济军工与国防领域成为黑海沿岸的以色列式的乌克兰 可能性也很大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大雄每天虽然发布的视频很多 但只有极个别允许获益 毕竟大雄从一开始就将频道的内容定向到了战争方面 所以很多视频是没有广告收益的 马上春节就到了 大雄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矣 祝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 世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您 如影随形 愿天下大同再也没有战争